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又是要上热搜的节奏啊 小八哥现在就带你们去听听看 这位热搜少女的房奴心愿吧 火箭少女101的小仙女们 最近一起出来营业了 还把我们的专访变成了爆料大会 比如傅金和杨超越这对妇女 当初都曾在心愿卡上写下要买房的心愿 如今被问起愿望实现的怎么样了 傅金居然马上卖女儿 爆料杨超越很快要梦想成真了 先说要给她买房 现在有电线比如说自己到了多少岁 或者几年以后才跟她买房 我努力吧 争取今天你知道吗 杨超越是吧明年买房 然后我就说 你是你是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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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热搜了 上热搜了 就是然后我在想一年是不是太快了 不是我试试吗 他们都说我是警警 试试那我借你鸡言好吗 对于自己的热搜体质 村花表示习惯就好 但是希望大家能多夸夸她 那就更好了 热搜体质心情怎么样 心情就那样嘛 也没什么好的热搜 就能稍后几个好的热搜 就大家都夸夸我 让我更加有自信 就好了 不管是买房还是好热搜 小八哥都祝愿村花 和其他小仙女能够愿望成真哦 仙女长胖实惊的效果是什么样 看看最近露面的郑爽就知道了 昨天有不少网友在北宫大 活着了正在拍摄新戏青春痘的爽妹子 一头短发穿着宽松T恤的爽妹子实在太帅 特别是双手插兜的样子 完全是笑草本草 小八哥仿佛已经听到迷妹们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不过说好的胖时筋呢 近日份的爽妹子看起来虽然稍微圆润了一点 但是这腿依然是漫画腿没错了 果然仙女长肉就是跟凡人变胖不一样 只希望爽妹子多多露面 让大家多拍路透 才能一解粉丝们的相思之苦啊 你们的宝藏男孩黄子涛 最近刚刚成立了个人工作室 晋升为Boss涛 如果你们以为Boss涛的画风 会是面摊画勺表情撩的霸道总裁 那就太没想象力了 她的工作室昨天发了一段杂志花絮 一身潮泡的涛涛翘着细长腿耍帅时 被一只突然出现的马蜂吓得花容失色 一边尖叫着一边躲到了工作人员身后 满脸的惊吓和委屈巴巴 我这边动了 马蜂 他刚刚看了一眼 然后朝我这飞了 他冒出了个头 看来开了工作室的Boss涛 依然是那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宝藏包呀 少女辣妈昆琳的新电影 摩天营旧这周就要上映了 你们都买好票了吗 在电影里看起来高贵冷艳的昆琳 戏外却是一个超爱家庭的贤妻良悟 在专访里她爆料自己的拍摄日常 就是和老公宝宝一起待在片场 下面跟着同校区一起去看看 你们就能吃到狗粮了 BigBong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Hannah昆琳 杰伦扫昆琳的新电影摩天营旧 就要在后天和大家见面了 一向甜美可人的昆琳 这次在电影里大胆颠覆形象 饰演了一个痛殴巨石强森的冷酷女杀手 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加上黑色紧身皮 眼神犀利而冷漠 感觉是得随时可以掏枪 毁天灭地的狠角色 惊不惊喜 期不期待 那就赶紧请昆琳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拍摄日常吧 可是万万没想到 聊着聊着就变成了 大型撒狗粮兼秀幸福现场 为了帮助还在坐月子的昆琳 顺利试镜 杰伦咬牙抛下珍珠奶茶 为爱变身满分摄像大哥 就是我坐在轮椅上 然后老公推着我 然后有敬畏 然后自己在脸部上有表情 然后有几个 有几个 就是坐在那边定位 然后表情 就是对 我们是自己拍的短片发过去 因为我当时人还在医院 所以是老公帮你录的是吗 对啊 到了正式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奶爸周田王 还带着两个宝宝 飞去加拿大陪昆琳 一边照顾妻儿的饮食起居 一边兼任武术指导 给昆琳专业又贴心的建议 花式秀恩爱 又上一个新台阶 昨天我们其实好像在发布 有看到周董 然后他中间有去给你看帮过吗 他那时候常来温哥华 就是陪我跟孩子 然后就是对 所以拍戏的时候 是把小孩带过去了 对啊 然后去带了二宝去 还是说开拖也去 两个都去了 我就把Family带过去 因为两个月 不可能两个月不见到小孩啊 周董 你有没有给你提一些建议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 也会在武打方面有些力量 对他 其实我觉得他武打方面 还蛮专业的 就是他会给我一些 他以前训练的一些 Tips啊 跟一些 因为他是男生 所以他Fight的感觉是个男生 跟我原本的Fight 我可能比较柔啊什么 他给我那种刚硬的感觉 加上像一些Gun 就是在里面 我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开枪 然后所以 当时他就有说 不管怎么样 你在开枪前 你一定要先试试看后座力 才真的go on set 他说你一定要跟导人说 你要自己开过枪 因为你没有开过枪 你要熟悉那个后座力 你才会知道 你等一下演戏 不会被自己的枪给吓到 然后我觉得 就是好险他有提醒我 所以我先去试这个东西 他这次怎么样 你带着这个角色 他因为他一路走来 都一直陪着我拍这个角色 所以他知道 他所有的角色 杰伦为爱永相随 还有两个baby在身旁 人生大赢家昆玲 这么幸福美满的生活 是想虐尽天下单身狗吗 但说正经的 看完了昆玲的专访 你们有没有get到一个重点 或许天王他们家的家训 就是一家人 永远都要整整齐齐吧 回复一下他们这几年的日常 除了时时刻刻都腻在一起之外 要不就是周杰伦做空中飞人 一半时间在工作 一半时间在赶着去陪老婆孩子 要不就是昆玲带着孩子飞去看他 感觉他们飞的里程加起来 都可以绕地球两圈 周杰伦去日本拍 等你下课MV时带着昆玲 昆玲去澳洲拍跑男 杰伦也飞去陪吃陪喝陪逛街 昆玲去巴黎时装周 哪怕看秀睡着 周杰伦也是全程陪伴 还要蹭拍几张照片 再发印刺秀恩爱 前两天一家三口 还侮辱别人的婚纱照 让网友忍不住惊呼神操作 最绝的是 当年周杰伦拍MV带着昆玲 顺便还把婚纱照给拍了 真是给他们贵了 希望他们一家人 永远齐齐整整 甜甜蜜蜜 毕竟秀恩爱秀幸福 救福杰伦和昆玲 大家也别忘了这个周五 摩天营就正式上映 咱们电影院约起来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 那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这里有更多的娱乐资讯 等着你们翻牌 想要拿福利的瓜友们 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在腾讯新闻客户端 参与请你免费看电影话题 就可以获得电影票哦 不要忘了 明天早上七点 咱们还是老地方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